第17届光明点灯节 日前是在中和区的华星街热闹登场了 为新北市的市民点灯来祈福 那么点灯节呢 可以说是缅甸最重要的节庆之一 主办单位是希望借由每年举办的点灯仪式 能够将祝福的火苗继续的传承下去 2 1 希望大家把掌声 缅甸移民回台定居者 全台将近10万多人 在新北市就有8万多人 人口数高居全国之冠 每年在中和区华星街举办点灯节活动 不只是推广多元文化 更是要让缅甸人来台50年的期间 相关的缅甸传统习俗 在台湾一带一带传承下去 而持续举办多年的光明点灯节 在缅甸代表佛陀回到人间 法爱传下去的重要节日 是缅甸人崇拜佛陀最重要的节日 尤其缅甸四个最重要的点灯节 都会在重要的时刻里面 来举办各项活动 今天不例外 我们的点灯节 也就是在缅甸俗称的 节夏日点灯节 也就是我们的夏安基 借灾结束日 我们的民间欢迎活动回到人间 把爱不断的延续下去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负责举办活动的缅甸龟桥协会表示 缅甸点灯节具有悠久历史和泼水节 并列为缅甸最重要的两大节庆 缅甸是虔诚的佛教国家 深信每年勉力7月15号日落时刻 点燃烛光就能迎接佛陀降临人间 透过点灯祈福仪式 祈求佛陀护佑消灾免难 在台湾举办顶灯节 更有为台湾祈福的心意 护佑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 一切平安 中江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